运算放大器 在接下来的几个学识里 我们都会介绍运算放大器的相关知识 那首先我们会介绍运算放大器的基础 再介绍运算放大器的相关的参数指标 这也是决定了我们运算放大器设计的目标 以及我们在系统应用中如何选取 运算放大器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方针 那之后我们会介绍运算放大器的基本结构 包括了套筒、两极结构、折叠共原共三 以及争议自主 这四种基本的运算放大器结构 那由于在全差分运算放大器中 输出的共膜电压受到各种非理想因素的影响 那我们也需要加入共膜反规电路 对输出的直流共膜电瓶颈前卫 我们也会介绍运算放大器的共膜 可以电路的一些基本的支持原理 以及使用的一些基本结构 那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运算放大器的造声特性 运算放大器的基础 我们说什么是运算放大器呢 运算放大器简称运放 也就是OPA 它全称是Operation Amplify 那它最后是用于代表一种特殊类型的运算放大器 那我们将运算放大器与外部的原器件 进行一些合力的配置 就可以完成电信号的放大求和加减微分积分 这也是数学运算 那通常来说我们运算放大器都是使用 闭环的复反馈结构进行使用 那总体来说运算放大器几乎遍布了所有的模拟系统和混合信号系统 那从单纯的信号放大到滤波器到复杂的魔术转化器系统 都少不了运算放大器的声音 那我们再说大量的复杂程度的这种运算放大器 在电路系统中同时也承担着不同的功能 比如说从偏制电压的产生到信号的采样保持检测滤波 这些运算放大器在模拟信号系统中都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那随着集成电路工艺的这个不断进步 电源电压以及晶体管特征尺寸的不断减小 那各种神压微米甚至纳米级的效应都越加的明显 那我们说进行高性能运算放大器设计也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那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平时设计的运算放大器 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跨导放大器 就是它是通过晶体管的跨导 把输入的电压转化为电流 电流输出电流再经过负载电阻转化为电压输出 那其实本质都是一种跨导放大器 那我们说在理想中运算放大器应该是一种具有高争议的放大器 它的符号就如图所示 它包括了差分的输入单端输出 这是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运算放大器的一个基本符号 那VIP和VIN就分别代表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 那VOUT表示正向输出端 那由于VOUT为正向输入端 那我们在阶层闭环负反馈应用的时候 就要将它和负端的输入端VIN相连 才能构成一个负反馈的一个结构 那我们再来看运算的基本组成部分 通常来说一个运算放大器 包含了五个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了差分的输入级 增益级 输出缓冲级 直流偏置电路 以及相位补缠电路 相位补缠电路通常是在两级的运算放大器中存在的 对于单级运算放大器来说 就没有相位补缠电路这个部分 那我们说差分输入级通常是一个差分的跨导器 差分输入的优势主要是在于 它比单端输入就更加优越的共模抑制比 能够抑制共模信号的扰动 输入级将这个差分的电压信号可以转化为差分的电流 并提供一个差分到单端信号的转化 我们这里说的是单端输出的运算放大器 如果是全差分的运算放大器 它就没有差分到单端信号转化这样一个过程 那真一级通常来说是运算放大器的核心部分 它主要是起到一个信号放大的作用 那在实际的应用中 我们运算放大器往往要驱动一个低主抗的负载 输出的电压或者电流尽可能多的夹载在复载上 那所以我们这时候需要一个输出缓冲级 把运算放大器的输出主抗调整下来 就是降低它的输出主抗 使得这个电压或者电流信号能够得以完整的输出 那直流偏制电路主要是在运算放大器正常工作的时候 为晶体管提供合适的竞材工作点 这样我们这个输出的交流信号 才可以加载在所需要的这个直流工作点上 那同时这些直流偏制电路 也是保证我们所有晶体管能够工作在饱和区的重要保证 当然这些特殊的运算放大器 比如压抑值 区的运算放大器中 我们要通过这个直流偏制 把这些经济管偏制在压运指区 但在通常来说 我们需要用直流偏制电路 把运算放大器中所有的经济管偏制在合适的保和区 这样运算放大器的这些经济管 才具有最好的盘性 那相位补缠电路 通常也是应用在这个两极运算放大器人中 主要是用来稳定预算放大器的频率特性 反映在频率上就是它有足够的相位欲度 通常是大于60度 这我们后面会介绍为什么选取60度 是一个相对合适的相位欲度的词 那在时域上稳定就表现为 就是避免出现输出信号发生震荡 使得这个输出信号具有更快的稳定和建立时间 那我们来看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理想运算放大器 它首先它是具有无限大的插模的电压增益 无限大的输入主看 以及为零的输出主看 这个无穷大的输出主看 意味着我们能够从前级抽取最大的电流或者电压 输出主看为零 意味着我们运算放大器 能把所有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加长在复展上 这时候的效率是最高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理想放大器的这个电路的矿图 其中VD为差分电压 就是两个差分输入端的差值 AV是它的运算放大器的插模电压增益 这就是输出电压 Vout就是等于增益乘以两个输入信号的差值 那我们说理想运算放大器的插模电压增益无穷大 那所以它的插模的输入电压值就应该非常非常的小 尽是相等 然后插模的输入电流也基本相等 尽是为零 如果是它们不为零 那意味着我们的插模争议会把这个微小的差值放大 影响到输出端 那我们再来看非理想运算放大器的特技 但我们说在实际中运算放大器远远没有达到一个理想状态 一个典型的我们说两级的运算放大器的争议 一般是在80到100dB左右 也就是一万到十万之间 那输出输入主看一般是在造极 那输出的主看也就通常就是几百K欧这个量级 而且运算放大器存在着输入噪声电流输入失调电压 寄生电容 增益非线性 有线带宽 有线输出 百V 有线供费制品 这些非理想因素 我们来看图中这个非理想运算放大器的一个矿图 它是在理想运算放大器的基础上加入了这些非理想效应 首先我们看这个RID和CID就分别表示运算放大器输入的等效输入电阻和等效输入电容 它这时候因为具有有线的一个输出电阻 我们就串联一个等效输出电阻OUT来进行表示 那共模的输入的等效电阻可以用RCM来表示 因为运算放大器即使它的两个差分完全相等 它的输出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电压值 不是完全为零的 因为在理想情况下 如果我们两个差分端口的电压完全相等 它们做差应该是等于零的 这个时候运算放大器输出也应该是零 但实际上即使两个差分的输入端完全相等 它的输出端也不为零 所以我们把这个不为零的电压定义为输出四条电压 我们把输出四条电压等效回输入端就称为VOS 输入四条电压 那其中IHP和IHN分别为它的指路偏置电流 那我们做共模一日比 就可以采用这个压控电压源 一个VIP-VIN除以CMR来表示 这个远禁视为模拟运算放大器共模输信号的影响 那我们说在这个图中 其实也并没有完全列出所有运算放大器的非理想特性 那还其他包括了有限 增益带宽级有限压摆率有限输出摆幅这些特性 都会影响运算放大器的特性 那我们说运算放大器的输出响应 主要是由大信号特性和小信号特性混合构成的 那小信号的建立时间通常是由交流特性定义的 增益带宽级以及相位特性而决定的 而大信号的这个建立时间通常是由压摆率来决定的 这些也都是运算放大器非理想因素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那我们再来看运算放大器的参数指标 运算放大器的参数指标 我们进行归类分为这四类 包括了小信号参数 大信号参数 静态参数 以及动态参数 那其中小信号参数包括了开环争议 相位预度 单位争议带宽 这些 这是包含了直流以及交流小信号的这个基本特性 大信号参数 就是一个压摆率 它表示了这个运算放大器对大信号输入时的响应能力 那静态参数就包括了输入输出百幅等效输入造成电压输入四条电压 这四个方面 那动态参数主要是跟运算放大器输入正旋波的时候的动态性能是相关的 就包括了共模益质比 电源益质比 功耗 输出动态范围 以及总结波斯针 这几个方面 以下我们对这些参数进行详细的一个分析 我们说开环争议 开环运算放大器等争议主要是定义为输出电压变化和输入电压变化的比值 这个开环争议是在不带负载的条件下测得的 也就是空载的情况下我们获得的这个开环争议 因为加上负载以后一定程度上会改变运算放大器的输出 主看 这时候的争议会发生一定的变化 那在理想情况下 运算放大器的开环争议应该是无穷大的 但实际上我们说开环争议要远远小于这种理想的情况 而且在工作过程中不同期间的一些开环争议的差异 可能高达30%以上 那开环争议最重要的一个影响 它是决定了运算放大器反馈系统的一个精度 那单级放大器的开环争议 就是为输入晶体管的这个有效跨导和等效输出电阻的层级 那多级放大器的这个开环争议 就是各单级放大器争议的层级 那我们来看运算放大器有限争议带来的一个闭环的争议误差 那我们首先假设一个运算放大器它的开环争议为60dB 也就是1000倍 我们把它应用在图中的这个同项的这个比例放大器里 我们根据虚短虚短的原理 我们来求出这个运算放大器 它的这个争议的完整表达式 那当这个我们说认为在理想情况下争议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约掉后面这个争议项的一个影响 那这个时候它的争议就可以表示为R1分子RF加3E 那实际上当运算放大器的争议不为无穷大的时候 我们把这时候60dB也就是1000倍 套路到这个完整的公司当中的时候 我们算出来这时候的争议就下降为91.73 因为我们这时候假设这个RF和R1的比值是100比1 应该在理想情况下 它应该它的争议应该是101 但是当运算放大器的争议为60dB的时候 它争议下降为91.73 这时候误差甚至达到了将近9% 所以说这时候会产生非常大的输出信号的一个误差 特别是在我们一些魔术转化器的系统里 我们需要这时候采样保持电路中的运算放大器 具有尽可能大的争议才能保证我们采样保持电路能够 精确的采样输入的信号 如果这时候它的争议不够大 那这时候我们采样的信号就会发生较大的误差 那所以从这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B开环争议的运算放大器 并不适用于需要进行高精度放大的设计的这些场景之中 那我们再来看运算放大器的相位预度 我们说相位预度是衡量运算争议频率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它定义是在这个波特图上 当争议曲线这个跨越零点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频率点对应的相位曲线点和负180度相位的一个差值 就是说我们当这个争议过零点时 我们在相位预度曲线上 相位曲线上我们给它标注出来 这时候和负180度的差值时 我们就定义为运算放大器的相位预度 那理论上来说 当一个运算放大器的相位预度大于45度的时候 运算放大器就会处于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 但是实际上45度其实的相位预度并不足够 我们通常需要运算放大器具有60度以上的相位预度 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值 我们来看为什么说这个60度的相位预度是一个相对合适的值 我们在运算放大器的这个输入端加入节约信号 一个脉冲的节约信号分别在相位预度45度60度和90度的时候 来观察这个是运算放的输出 我们可以看到对于45度的时候 当输入一个大的节约信号的时候 它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 最终才能稳定到这个我们所需要的值 而当60度的时候 它脉冲信号很快的就建立起来稳定到最终的值 那当相位预度过大的时候 我们从零信号爬升到最终的值中 我们这个它的斜率会变得比较小 就是这个爬升的时间会比较长 也就是建立的时间会比较长 比较了这三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 通常我们设计运算放大器的时候 它的相位预度在60度到70度之间 是相对合适的一个值 这样可以保证我们输出信号 能够快速的一个建立 单位争议带宽 我们说单位争议带宽 表示了这个运算放大器 开环争议下降为1的时候的 这个小信号带宽 在波特图上也就是这时候 争议为0db的时候 它的信号带宽 那由于我们说运算放大器 通常都是作为闭环使用的 我们有时候可以用争议带宽 集来综合表示运算放大器 闭环争议和小信号带宽 之间的一个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设这时候运算放大器的闭环争议为1 那这时候 单位争议带宽 其实上就是等于运算放大器的单位争议带宽了 那 换句话说 我们说 争议带宽 实际上决定了运算放大器 可以处理的最大的信号带宽 因为这时候的争议已经下降为1了 就相当于这个时候 我是运算放大器作为一个缓冲器 单位争议的缓冲器来使用 比如说 但是当我们说运算放大器的闭环争议 为10的时候 我们在运算放大器在 复反馈 闭环系统应用的时候 假设我们这时候 运算的闭环争议为10 那这时候运算放大器可处理的信号带宽 我们就可以近视的认为 它下降为单位争议带宽的十分之一 这个是我们一个经验性的一个公式 比如说我们的运算放大器构成一个 单位争议的复反馈系统 它的单位争议带宽是100兆赫兹 那我们理论上可以处理100兆赫兹 带宽的一个输入信号 当我们把这个运算放大器 变成了一个争议为10的复反馈系统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相应的输入的信号带宽 就不得大于10兆赫兹 如果是超过10兆赫兹 意味着会在输出产生较大失真 那信号就没办法建立 这也是我们说 争议和带宽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推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